《欺爆來書》第十章 柔和山羊的血斷不能除罪 所以基督到世上來的時候就說 神啊,祭物和禮物是你不願意的 你曾給我預備了身體 犯祭和贖罪祭是你不喜歡的 那時我說,神啊,我來了 為要照你的旨意行 我的事在經卷上已經記載了 以上說,祭物和禮物,凡祭和贖罪祭 是你不願意的,也是你不喜歡的 這都是按著律法獻的 後又說,我來了為要照你的旨意行 可見祂是隨去在先的,為要立定在後的 我們憑這旨意,靠耶穌基督 只一次獻上祂的身體,就得以成聖 凡祭師天天暫著是奉神,屢次獻上一樣的祭物 這祭物永不能除罪 但基督獻了一次永遠的贖罪,就在神的右邊坐下了 從此等候祂仇敵,成了祂的腳凳 因為祂一次獻祭,便叫那得以成聖的人永遠完全 聖靈也對我們作見證,因為祂既已說過 主說,哪些日子以後,我與他們所立的約 乃是這樣,我要將我的律法寫在他們心上 又要放在他們的裏面 以後就說,我不再紀念他們的罪牽和他們的過範 這些罪過既已赦免,就不用再為罪獻祭了 弟兄們,我們既因耶穌的血,得以坦然進入至聖所 是藉著祂給我們開了一條又生又活的路 從萬子經過,這萬子就是祂的身體 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 並我們心中天良的虧欠已經灑去 身體用清水洗淨了 就當存著誠心和充足的信心來到神面前 也要堅守我們所承認的指望,不自搖動 因為那應許我們的是信實的 又要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 你們不可停止聚會,好象那些停止慣了的人 都要彼此勸勉,既知道那日子臨近,就更當如此 因為我們得知真道以後,若故意犯罪 贖罪的際,就再沒有了 唯有戰具等候審判和那消滅眾敵人的烈火 人干犯摩西的律法,憑兩三個見證人 尚且不得連述而死 何況人踐踏神的兒子 將那使他成性之弱的血當作平常 又涉萬私恩的聖靈 你們想,他要受的刑罰該怎樣加重呢? 因為我們知道誰說,身冤在我,我必暴刑 又說,主要審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裡,真是可怕的 你們要追念往日,夢了光照以後,所忍受大爭戰的各樣苦難 一面被毀胖,遭橫難,成了棄境,叫眾人觀看 一面陪伴那些受這樣苦難的人 因為你們體恤了那些被捆鎖的人 並且你們的家業被人搶去,也甘心忍受 知道自己有更美長存的家業 所以你們不可丟棄勇敢的心 存這樣的心,必得大賞賜 你們必須忍耐,使你們行完了神的旨意 就可以得著所應許的 因為還有一點點時候 那要來的,就來,並不遲言 只是異人必恩信得生 他若退後,我心裡就不喜歡他 我們卻不是退後入沉淪的那等人 乃是有信心以至靈魂得救的人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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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